OK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一愛 動玩 今天呢 我要拍的影片就是要跟你們更新 我家裡就是闖進來的小鳥 還有那個我家裡養的蝌蚪的那種狀況啊 就要跟你們更新一下這樣子 然後如果還沒有看過上一集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再回來 然後我會把那個連結放在那個資訊欄裡面 對 那麼 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去看一看吧 OK 各位 那麼 這裡就是我爸爸啊 就是我們家裡養的一些魚啊 然後蝌蚪等等 蝌蚪好像沒有這樣的欸 那有有的 比較小啊 我看一下 那小小隻有來有去的就是啊 然後 還有這些 這些 那是 重點呢 是這邊 各位各位 那麼這就是小青蛙啦 我把它抓給你們看的欸 但是它一直跳所以沒有辦法喔 那就是這樣子罷了 各位各位 那麼這邊是一個大青蛙 它還要在這邊 有一塊的炮鎮鎮鎮 然後本來是有一公一母的啊 那是因為有一次喔 就是 我就是拿 拿這個起來 比如它見著 是在這邊那種蝌蚪起來 去動它 不過它就 它就 不見了 離家出手了 就這樣 OK各位 那麼我現在 只在我這邊 養蝌蚪的地方 只找到 一隻小青蛙 還有一些已經變成青蛙了 然後有一些 在就是 要變成青蛙之後 它就是從裡面跳出來 然後有一些就不容易死鳥了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小青蛙 我也放在哪裡 然後我也找不到 然後我現在給你們告訴我 這就是我家小鳥的狀況 各位 那麼這裡就是我家小鳥的狀況 就是那個 已經剩了小鳥 然後 那個母鳥它現在不在 所以它 它 出去了 那個 總而知道 這個小鳥它已經長毛了 我爸爸也是昨天才知道 有付出 是有弄出的小鑫 那個 那個蛋也是不見了 這邊你要看啊 所以就是我那個偏心 可以了可以了 我帶你去看 OK 各位 那麼今天這一個更新的影片 就是想告訴你們一下我家裡的 我家裡的動物們都準備好了 那麼 這個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我們意愛 它是一張 那麼我們就 下一個影片到這邊吧 那是意義 那麼 大家拜拜